- 股市萬事達- 獲利借個達-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在節目開始之前麻煩先幫我們按個讚 並且把我們這個節目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這樣子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節目 大家都一起來賺錢 大家心情都會很好 如果節目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在下面 就在我們節目影片下方你可以做留言 我們會來認真的幫你做回答 好 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盤中跟大家講了什麼 今天盤中跟大家講了順德這檔股票 這是我們盤中的訊息 我跟大家講說順德今天表現不錯 準備來突破整理區往上做上攻 看一下我們訊息上的圖 當時還沒有漲上去對不對 來看一下今天收盤的樣子 今天收盤在哪裡 收盤在這個106.5塊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突破 順利突破了這個上漲 這個多空交戰的區域 然後往上做上漲 當時跟大家講的時候是104.5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為什麼 收盤的時候好像有一些被壓回來 為什麼 因為左邊 這邊上面是不是有一大塊的壓力區域呢 所以這個地方他會遇到一些壓力 然後開始做回檔 但是回檔的深不深 我跟大家講 回檔的幅度其實很小 所以明天很有機會能夠繼續往上做上攻 所以大家繼續留意這檔股票 再來跟大家講這個合成 當時禮拜五的時候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我跟大家講什麼 是不是講說20塊的附近會撞牆 但是你看到禮拜五的時候 他開始收了這個陰線 雖然說往上漲了陰線 但是今天怎麼樣 其實今天還是非常的強 撞牆不代表說他一定會往下做下跌 對不對 所以他今天你可以看到這個叫什麼 叫做有錢就是韌性 直接就 直接突破這個撞牆區 然後往這個 直接到21.6 直接到漲停板 你就看到他這個走勢實在是非常的強 已經連續漲了多少天 那當時有聽我節目的朋友 我們在哪裡 11月22號就跟大家講了 當時在這個15.2塊 現在已經21.6 當你這個在 如果你是當初看到我們節目有進場的朋友 那我相信你 其實獲利都非常的多 非常的不錯 你看到這個有回檔 跟你講有回檔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你要去注意 我們的盤中有沒有發訊息給你說 這檔股票開始要大幅的回檔了 沒有的話是不是 我們可以再等一下 因為已經脫離我們的獲利成本區了 所以大家其實要去看一下 從15.2如果說你一路報上來的話 你是能夠賺到42.1%的 這樣子的獲利幾乎已經漲四肢停板了 對不對 獲利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大家仔細去留意我們盤中的訊息 那再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市場上很多人在講的這個航運股 航運股其實我在最近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不要去追高 那市場上好多好多人在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講說航運股要大 要準備要大漲了 大家千萬要小心 這個新聞上禮拜我跟大家講過 再跟大家講一次 叫什麼 農曆年前這個貨量會多一點 運價有機會調整上漲 但是破功了對不對 因為怎麼樣 有講說這個歐美貨都趕不上 這個聖誕節新年銷售 新的訂單要怎麼樣 三月才開始出貨 三月離現在還多遠 還有一季的時間 所以你說現在這航運股要整個做大漲 是有這樣的可能嗎 我跟大家講 基本上這可能性就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市場上很多人現在在講說 航運股要大漲 真的沒有這回事 來看一下 之前都跟大家講這個長榮 今天來講陽明 來看一下 陽明的走勢是不是跟長榮很像 一樣是從上面一路跌下來 那你說 現在這個 10月中的時候 這個56.6塊這邊 好像有人進場做買進 好像有一些量出來 但是怎麼樣 你看一下7月份這邊 7月份這邊是不是更多的量 那一天每天都十幾萬張的量在這邊 那這些人是怎麼樣 是套牢的 你想想這麼多人套來這個 那100塊附近 現在才幾張的量 馬上就要大漲 有可能嗎 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我幫大家畫這條黃色這條線是什麼 這條線叫多空交戰的線 也是一個壓力線 還是頸線的位置 這邊有沒有做突破 沒有 漲上來一到這邊就被打 一到這邊就被修理了 馬上就被壓回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 跟你講說 航運股現在就沒有要大漲 而且怎麼樣 下面這個量也不夠 現在這個成交量也不夠 而且怎麼樣 價位也不行 所以他沒有要大漲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特別去注意 那在昨天的時候 我其實有跟大家講 昨天假日的時候 我還特別幫大家寫了一篇文章 你去看一下 我跟大家講什麼中市 金陶科這些股票 最後航運股 大家要去注意 這些可能是選完之後會變盤 會有非常非常嚴重的後果的 這些股票搞不好就開始做回檔 下跌 你要特別去注意 來看一下今天中市 是不是選舉選完 選舉選完 然後開始就開始下跌 今天跌5.52% 那他叫做什麼 叫做高檔出現大量 你可以看一下 我下面幫大家圈了幾個黃色的位置 是不是現在這個圈起來的位置 都是出現在高價位的地方 是不是在高價位的地方 所以會怎麼樣 所以現在D黨基本上沒有人做承接 都是漲上去之後 然後出現大量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都是非常不好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選舉結束了 選舉結束了 然後這個行情已經結束了 跟著選舉一起結束 當初這個選舉在漲的時候 這些法人主力 是不是早就知道說選舉的結果了 其實我知道 像我就已經聽說好幾個民調 其實他們很多人都早就知道結果 包括民進黨這部 其實有些人都已經知道結果了 所以這樣子 叫做什麼 就真的叫做選舉跟著選舉行情結束了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選舉過完一定會大漲 其實不是 很多時候選舉過完了 有些行情他就跟著就走完了 所以像中市這樣股票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去看 整體的架構跟他這個結構 還有這個大量出現的位置 還有整個現在這個33.2這個最高價馬上就直接跌到50% 就在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非常的重要 就給你一個很強的訊號 當初有多少人就是在這邊被套牢 現在只是稍微做反彈而已 所以你不要想馬上要做大漲 沒有這回事 那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選股戰法是什麼 選股戰法就是這個東西 我每一次節目都在講 叫什麼 低檔盤整的時候 找到異常的大量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記住 再來是什麼 大洋K跟強洋K 你要去看 為什麼會出現大洋K跟強洋K 表示有人 想要去推升價位 而且推的非常非常的大力 這樣子的股票通常就會繼續往上做上漲 再來去驗證一下營收財報 營收財報雖然不是絕對 但是你可以去用驗證 去看一下最長股票到底體質好不好 所以這三點一定要記起來 再來跟大家講為什麼要用K線技術 跟大家講是唯一能夠反映真實的價格紀錄 因為K線每交易一筆的時候會怎麼樣 在上面畫一筆對不對 所以是唯一能夠反映真實的 再來是反映速度最快的一個技術 如果你是用均線 如果是用其他的指標 是不是他們都是透過K線來做計算 都是透過K線然後量化處理變成一個數值 所以反映速度會比較慢 再來是唯一能夠看出量價真實關係 就只有K線了 其他的都看不出來 有些就是一個數字給你 所以你怎麼看得出量價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要用K線技術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 資金回來了 台股要衝萬五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這其實也是上禮拜我跟大家講了 這就只是一個話題性 馬上要衝萬五了嗎 先看一下這個我早上跟大家怎麼講的 早上跟大家講的 不要太高興 台灣股市不會跟隨美國股市上漲 美國股市怎麼樣 雖然你說已經過高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已經過這個34281了 但是怎麼樣 這個台灣股市有沒有跟上呢 台灣股市沒有跟上 你看到今天台灣股市是什麼 今天台灣股市是不是在這邊 你看到這個14949永遠都過不去 今天是回檔回這麼深 今天在這邊一下就回了1.5% 然後格局好像又被破壞了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現在這個格局是什麼 跟美股一不一樣 再來看一眼美股 美股是突破了之後 然後繼續往上做上攻 然後好像形成一個大的W底對不對 就在這邊嘛 所以美股有多強 那台股有沒有跟上 台股就是沒有跟上 所以不要想說國際股市現在上漲 台股就一定會跟著上漲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那我相信市場上很多人都在講 現在準備要進場 尤其又選舉完了 美國股市又大漲 前面就跟你講了很多 現在行情大好怎麼樣 國際這個受到這個景氣 不景氣的這個狀態 都還沒有回復過來 嚴準會有沒有說停止升息 還沒有 還是要繼續升息 所以整個大環境其實還是不好 尤其是像我們 不是用美元 我們是用我們新台幣 用我們這個新台幣 現在也算是弱勢的貨幣了 不像美元是已經強勢貨幣了 所以整個局勢 整體大局來講的話 台股就沒有辦法 像美國的股市這麼強 所以來看一下 今天就回檔 回得比較深 又回到這個壓縮整理的區域 那會在這邊繼續的做盤整 所以大家特別要去做留意 今天這K線圖叫做音轉機 為什麼 你看他一開始就往下開低 開低的時候就直接 開盤就跌了差不多1% 那高低幅度往下做震盪 整體的幅度有135點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那下影線雖然說有一些下影線出來 但整體還是做下跌的 所以大家其實要去看一下 到底這K線是長什麼樣子 如果你是只是看說 這張整體的格局圖的話 我相信沒有這麼仔細 我今天老師有幫你畫出來 K線圖是長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影線比較長 上面影線比較短 但是整體跳空下來之後 那整個還是往下跌的狀態 所以大家要去留意 明天這個走勢是怎麼樣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台股現在選舉已經結束了 本週開始要回歸的市場行情 那市場怎麼樣 整體其實是手弱的 是偏弱的 所以留強太弱是重點 你一定要記住 那接下來的行情會怎麼走 跟大家講 我們都放在我們的LINE的訊息 還有首頁的文章 我們都不會間斷 我會每天的在這邊 把最新的消息放在上面 那你要怎麼加入我們的 其實你就如果是用電腦的朋友 你就打這個ID 馬上就能加入了 或是你用手機掃描QR Code 你也能馬上加入 那如果你是用手機的朋友 我們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我們的資訊欄 都會放上我們的連結 你只要一按 馬上就能加入了 好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接收到 我們這個免費的訊息 我們的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掰掰 掰掰